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4月18號 臺灣3000名法輪功學員 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上 靜坐練功3個小時 紀念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425 和平上訪16週年 同時聲援2億中國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行動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臺灣法輪大法學會理事長 臺灣大學教授張錦華在致辭中說 16年前的425是一場和平反暴力運動 16年來 面對中共的酷刑 虐殺 甚至活摘器官等暴行 法輪功學員始終堅持和平理性的反迫害 他呼籲更多的中國人秉持良知 站出來制止中共的迫害 臺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發言人朱婉琦律師 則在發言中指出 2億中國民眾退出中共的道德勇氣 真實地粉碎了國際社會 對中共不切實際的幻想 說明中國人民的夢裡沒有中共 烏克蘭議會上週通過了一項法律 在烏克蘭境內禁止共產主義和納粹標記 雖然這項新法律還需要獲得總統波羅申科的 簽字批准之後才能生效 但是目前許多烏克蘭人 已經開始摧毀共產黨時期的紀念碑 德國之聲4月18號報導說 據烏克蘭盧桑斯克省省長辦公室公布的消息 當地一個村莊中的列寧塑像 在被塗上了烏克蘭國旗的黃藍顏色之後被推翻 一段公布在YouTube網站上的視頻也顯示 上週五晚上在烏克蘭政府控制的 哈爾科夫市的大學裡兩座列寧塑像被推翻 4月17號中國資深記者高瑜被北京法院 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中判了7年 受到海內外的持續關注 在美國歐盟國際特赦組織等多個團體相繼發表聲明 呼籲中共當局立即釋放高瑜之後 中國大陸也有一些公民發起了連署行動 表示願與高瑜同罪 目前已經有近百人簽名 好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現在已經括了 說 nhé 臉了 密碟 就變成的 用這個 糊塗 真軟 跟